3D打印中的速度调制运烫已创建不同的纹理 调速运烫涉及使用双喷嘴3D打印机 第一喷嘴沉积一层材料 而第二喷嘴穿过印刷层已是表面光滑和纹理化 第二喷嘴的速度和热输出可以根据材料特性和所需的表面纹理进行精确控制 通过改变这些参数可以实现不同的表面光洁度 从光滑和有光泽到粗糙和无光泽 通过使用更高的温度和更低的速度 第二个喷嘴可以有效的使印刷材料的表面光滑 从而获得光泽 这对于需要抛光外观的美学应用特别有用 降低温度并提高速度可以产生哑光效果 这种技术非常适合首选非反射表面的应用 例如汽车零件或消费电子产品 通过以可控的方式改变速度和温度 可以在印刷物体的表面上创建复杂的纹理图案 这可用于装饰木地或增强物体的功能 例如改善手柄的抓握或减少机械部件的摩擦 速度调制运烫也可用于创建渐变纹理 其中表面从一个纹理过渡到另一个纹理 这可以通过在运烫过程中逐渐调节速度和温度来实现 渐变纹理可以为打印对象添加独特的视觉吸引力 并增强其在特定应用中的可用性 感谢观看